Hello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老王 今天老王就不和大家来聊摩托车了 这期视频老王主要来做一个说明 因为之前老王做了一期视频是关于吐槽一个机车节的 结果今天就收到了客服的来电 说我的那期视频报道严重不实 那个影响到了他们 其实那个准确的说应该不是一个报道吧 就是一个个人的旅行vlog 就是我在机车节的一些个人见闻 个人的体验 结果可能被他们的负责人看到了吧 就是反正就是很不开心的样子 说我的这期视频对他们造成了负面影响 要求我删除掉 其实我们之间最大的争议就是 老王将这一期活动吐槽成了一个商业行为 而他们的负责人的初衷 就是将这个聚会办成一个 就是摩托之间的一个交流的一个聚会 这个可能是我们就是两个人的理解不同吧 在这个最低338和最高738之间的这个报名费 这个报名费就是是老王参加过所有的摩托车聚会当中 就是报名费最高的 这个可能就是由于相关的聚会的管理成本和活动项目的不同吧 在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合理的支出一个合理的管理成本吧 所以今天他们联系到我要求我将之前做的视频给删除掉 我呢只是一个拼偷小老百姓 我也不想惹更多的麻烦 因为那个客户跟我讲这个活动是他们势力审批的 是由市长签字同意审批的这个项目 所以老王真的惹不起 其实老王今天做这一期视频 另外一个目的就是给以后大家在参加类似的机车活动的时候 大家最好看一下主办单位 如果是和摩托车没有太多相关的企业主办的话呢 最好就要斟酌一下了 就要看看他的活动内容和摩托车究竟有没有太多的联系 另外一点就是他的报名费了 我觉得一个真正为摩托举办的一个聚会的话 他应该是想办法的为摩托们减少他们的支出 因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摩托能够聚集到一起 从很远的地方骑过来 确实也挺不容易的 既然是为摩托们做交流的一个平台 我觉得就不要掺杂太多的商业元素 对吧 所以大家以后在参加类似聚会的时候 首先呢就是根据自己的能力来 或者就是根据这个活动的主办单位 主办内容来就是来选择吧 像这一周就是那个长州清潭有一个聚会是KTM主办的 他的那个聚会我感觉就非常的好 他的各方面的活动我觉得都挺好的 最重要的是他的报名费只有150块钱 其中包括三餐和两日的保险 还有一个两个五位旅游区的一个门票 老王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挺给力的 比之前的那个活动靠谱多了 之前的那个视频 反正老王还是非常的坚定认为 他就是一个商业活动 所以他以后的聚会 老王也不可能再参加了 也不建议大家再去了 那么今天这些说明就和大家说到这里了 还请大家能够继续的关注老王吧 我也会在以后呢出更多更好的视频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拜拜